是什麼讓小朋友住在玻璃櫃前 睜著大眼盯著眼前的生物 原來是一隻將近一公尺長的無毒球蟒 讓小朋友超喜歡 而對於小朋友不害怕的心態 一旁的家長也開心接受 並尊重小孩子的選擇 但也笑著表示 希望小孩長大後再飼養 大蟒蛇 大蟒蛇 大蟒蛇喔 那你想要養大蟒蛇 嗯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對 這種現在這種家庭接受度也蠻高的 對啊 但是他可以長大再養 就是現在養我沒有辦法 繼台北台中開設藝蟲店後 業者選擇南下高雄 並在新潔江商圈開設分店 店內特蟲品項琳琳滿目 彷彿走進了專屬爬蟲類的動物園 而偏好飼養特蟲的民眾 除了仔細端詳喜愛的物種外 也有慕名的粉絲帶著飼養的白蛇前來超勝 並且和店家交流 特蟲飼養上應該注意的細節 有養就會想要過來看一下 因為水手算是很有名的店 沒有說照護錢會比較不容養 我不會 我們家是先養了貓 然後再來才養蛇 他比貓的成本低很多 我是在看街角手工 比較喜歡手工 一般我們女性朋友好像對這種爬鬆會比較會怕 你是不是不怕 很可愛 很可愛 對啊 要看到新局長 目前這邊應該開始會慢慢慢慢的興起 而且這邊青少年又聚集 就跟台北的西門町一樣 這邊就剛好有這麼好的店面 來可以提供給我們 而且剛好被高雄市政府號召 趕召到 覺得可以來這邊開一個分店 然後把市場再做整理跟規劃 基本上我們店裡很多的都是 有鹿龜啊 也有蛇龜 蜥蜥蛇 手工 甚至比較特殊的鋪類都有 像五毛鐵竹鼠 像現在在市營運期間的 還有兔豚的展覽 也有全台唯一一支的白化蛇居區 還有白子的水龜 甚至白子的蛇 我們都會有會在現場做一個程式 陳列 為了讓特寵可以更貼近市主 業者也用心採棒開放式的玻璃隔間 讓顧客可以進一步互動了解外 也提到飼養特寵時 選擇空間的安全性也至關重要 保護市主也保護特殊寵物 如果是小型的物種 像手工類 你一個20公分平方的 基本上就可以飼養了 如果比較大型的物龜 當然相對可能要大一點的庭院 就要看物種 物種的大小來決定於它的飼養環境的大小 但是最重要一點就是 你飼養一定要有一個是安全的飼養環境 不要讓它受傷了 更不要讓它脫逃了 造成了野外的 野外一些物種的入侵 對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把它整個殼都塗 縫的地方要加強保濕 不然有時候那個殼就是會 長得不正 因為它會生長不平均 然後就會歪掉 在龜殼上抹上一層保濕泥 來防止人工不當飼養 而造成龜背上常見的熔背狀態 業者表示 有些民眾不了解養育方式 不僅造成外觀變形 也間接造成寵物的傷害 甚至有可能放生棄養 都是非常不正確的飼養觀念 所以店家無常提供 市主免費諮詢外 也提供顧客到店購買的特寵 若無法再飼養 店家也有回收機制 或帶巡視主的服務 只要是你在飼養的話 從中間發生 直接沒辦法飼養了 或是空間不允許 都隨時回來我們店裡 我們可以做一個回收的動作也好 或是在座上找下一個技術也好 這我們都會盡量處理 甚至你來 你來你覺得害怕 我這萬一是自己飼養不好怎麼辦呢 我們會教你如何飼養 或是申請幫你加入 台灣兩性旁風動物協會 幫牠植入晶片 你就不會怕牠拖逃找不到牠了 不論是飼養毛小孩 或是特殊寵物 市主只要抱持著一顆愛心 尊重生命不要隨意棄養 相信可以體會到 跨物種互動上的共同成長 記者李佳龍高雄採訪報導